来玩这款游戏 名将三果 哎哟 名将三果在放置的呢 这个之前有没有推出过 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这名字吗 这个一定是初五六年前以上的 你看那个图片就知道了那个图片一看就是早期那种风格 而且他也不是Live2D的 他没有动态那个是比较偏早期的 这种调整你现在上阵那你服力要好一点啊你这个 五六年前的游戏了 连续挑战 哎在干嘛 多四点几啊 我连续挑战可以一直跳官打真的假的 我连续挑战 招募 大家是不对的哦 神兵 我见面都是一样 这游戏是不是很常出现在那个 H5那种游戏啊 还是什么快乐玩啊 不知道各位 知不知道这些平台 不是H5就是那种快乐玩 就很常出现像这种类型的 这是五六年型的游戏啊 最多累计十次自动推关 所以你一点那个连续挑战啊 最多就是点十次 然后让他自动把你战斗 打十关了 原来如此 在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其他事情 手册 那会升档吗 一胶 武将 武将强外向吧 这是奶妈 输出我没有比较强的角色 呃 哎有哎我可以抽哎 招募一次2200的元宝 盖手哦 一抽没了再来一抽 干 是什么天天有礼 哎 又两千元宝 感觉都给很多啊 其实很乐视好不好 第二天送关羽 第三天马超 可以了 用送的 绝命一抽 开启竞技场了 这都是长这样 竞技场的 可以跳过右下方 我们看一下战斗好了 喂 可以加速 最高二倍速 VIP12 啊不是 VIP达到12级才能开启三倍速啊 我现在是VIP6了啦 所以他 他会慢慢送你啊 这一点还要算OK的 靠北啊 要达到20级 或者是VIP7 哎 我现在是VIP6嘛 那再升一级 我就能跳过战斗了 还可以啊 挺放肆的啊 年轻人比较不爱玩这种类型的 绝命一抽啊 干 怎么跑出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啊 以前三国啊 名字都比较单纯一点 经过一二十年以后 就跑出来很多 莫名其妙的名字 好像把人那个族谱啊 都挖干净一样 啊 然后赵云了 赵云 水啦 赵云开来了 赵云 哇我都不用强化 他感觉就要看起来 就非常强了 神兵也装下去了 然后赵云 开身 赵云一定要很强啊 就进阶了 干这样子他一吃就血了吧 来布阵 你们都不用了 神兵也不用吧 那神兵也不要了来 大家看一下赵云如何开打好不好 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赵云多是多强 坦克 刚才真的真的是有够慢的 要好烂喔 算了算了 等不及了 前往前抽 这什么 这没知道是很可爱啊 生机 旁统 刚好是位鼠 这样子 十四级领取啦 拯救 我又可以三抽了 我感觉好像我会中到五星角样子 进师兄一回 再抽一次 没了 好贵啊 抽一抽就没了 嗯 还没法跳过战斗 好吧 真正达到20关 全上好了 那战斗实在太慢了 受不了了 这边是可领取的 嗯 这是什么 名将 啊 碎片而已啊 我想说有什么东西 神秘商店 然后这些玩法都是一样的啦 爬塔 就试炼塔吧 将军府 这个地方就是一件 合成 还有回退 还有武将置换 嗯 就是这些东西啦 战斗 50等的 赵云开杀 哦他可以让两位 我是唐克类型的 啊 玩法就这样 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